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 日日夜夜赐我身命力量 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 去走内心迷茫 在嫉妒里醉得赦免 在嫉妒里盼望永远 一生之高 护照和内心心愿 为尊重处 只爱 非常高兴能够在心灵丸岛 和你分享这首 我很喜欢的歌曲 与树养乐团所唱的 《有一个盼望》 我多么的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呢 是绝对不会消失的盼望 可以让我们在每一个挫折 跟失败当中 得到安慰 得到鼓励的盼望 这首歌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盼望 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 我们的盼望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耶稣基督 他死里复活 他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知道 这个盼望永远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得到这一个盼望呢 无论你是要面对 你未来的人生方向 这个盼望呢 都永远与你同在 让这个盼望带给你力量 带给你勇气和信心 这盼望尽等起时间考验 是我越过一切 因有失恋 又找一支枪 亲自目睹你的面 何等容美生间 当悲伤困难都终结 当愿望都迎出视线 当愿望都迎出视线 难言的喜乐充满在我心 我终于到强了 当悲伤困难都迎出视线 难言的喜乐充满在我心 我终于到强了 约束洋乐团所唱的歌曲 有一个盼望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英如 今天在心灵丸岛呢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真是让我有点大开眼界哦 也是有一种 当头棒喝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 到底是不是重点呢 以至于呢 我们所投资的一切的时间啦 努力啦 都白白浪费了耶 这是一个在奥地利的故事 就说到从前呢 瑞士跟奥地利的交界 有一个负责寻守的守卫 他工作好多年 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有一天呢 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奥地利人 要通过交界的钢绍 他的脚踏车前面装着 满满的阴蓝沙子 如果是别的守卫 大概就挥挥手放他过去了 但是碰到这个啊 尽忠直守的守卫 他直觉 这个奥地利人呢 八成是走私 所以就拿出了一把 收藏多年 终于派上用场的 特殊的耙子 仔仔细细的翻捡沙子 看看里面 究竟藏了什么东西 翻找了老半天 什么都没找到 只好挥手放他过去 第二天 同样的事情 又发生了一遍 第三天也是 然后日复一日 相同的情形 一再上演 这个守卫 每天都检查沙子 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 他就这样翻翻找找了 三十年 最后呢 这个瑞士守卫啊 终于忍不住 对那个奥地利人开口了 我今年就要退休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值班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怀疑你走私 我问你 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 这个奥地利人一听 就迟疑了 瑞士守卫再三保证说 你不要担心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举发你 可是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奥地利人就说 好吧 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好了 我的确是走私客 哎呀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守卫一听啊 就说 可是我天天检查 你的篮子里头全是沙啊 什么也没发现 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那奥地利人竟然说 脚踏车啊 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这个守卫明明知道 这奥地利人走私啊 可是他天天翻找的 去这那篮沙子 怎么也没想到 走私的东西 竟然是这么醒目的 脚踏车啊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 也不小心地陷入 这样的局面 不小心把眼光放错地方 所以就看不清楚真相 白白浪费了很多的 精神时间功夫 我们真是需要能够 看清楚事物真相的智慧呢 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的 十一住行 或是人际关系互动里 时常考验我们是否 拥有看清楚事物真相的智慧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呢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们能够看清楚事物真相的智慧 无论是面对人事物 或者是面对你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 能够认识 原来你就是爱我们的上帝 你早已为我们预备了得救的美好的计划 原来认识你 就能够使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也唯有认识你 能够使我们的人生真正有盼望 真正获得重生 求你把看清楚事物真相的智慧 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不要错过你的救恩 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一个盼望脱出疲惫心 在聚丧中深深安抚我领 当缓尽退我落入最深的低谷 却反而遇见你 情之苦难 明日恐惧 在耳边主说要刚强 在主有和怀抱里的安息 你总在是我家 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 是心灵丸岛 我是你的好朋友 英如 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有趣的故事 边疆守卫 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丝小小的启发 如果你有任何感想 想要跟英如分享 欢迎你呢 进入心灵丸岛的粉丝团 留言给我 我是英如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是我越过一切 应有失恋 又朝一日 将亲自目睹 你的面 何等容美 生间 当悲伤 困难 都终结 当愿望都映出视线 难言的喜乐 充满在我心 我终于到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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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地标